Hello 各位同學 大家好 又是我 DSC 數學療文 今天就想拍片和大家聊下一個 我想近期也有幾多同學 會開始思考的問題 因為中六的同學 其實就是你們會剛開始接觸JuPAS 你們開始思考自己未來的路會怎樣走 對於中三的同學來說 其實過了12月到下學期 就應該學校會開始和你聊選科的事情 其實也是決定你未來走哪條路 所以也想和大家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如果我們面臨一個兩難的局面 就是興趣和能力不是兼顧到的時候 那我們究竟應該怎樣選擇 即是說有些科你很有興趣 但那一科的成績未必是很標青 又或者有些科你讀得好 但自己可能不是太有興趣 那面對這些兩難的時候 那我們應該怎樣抉擇呢 如果有看過我以前的影片 其實我想你也會知道 我自己的性格就是 我不會這麼快推自己去一個兩難局面 逼自己選擇 反而我們要想的 第一件事 如果你面臨這個局面 就是興趣和能力 究竟選擇哪一面好 如果你是面臨這個局面 第一件事 你要搞清楚 其實是否真的問題在這裏 因為我自己覺得 其實我很少看到 這兩件事不是同時發生的 通常有人做得好 通常他都是有興趣的 又或者 通常有個人對某件事很有興趣 通常他都會做得好 所以其實很常見 我覺得這兩件事 很多時候應該是同一時間 具備才對 所以就是 問一問自己究竟 問題是否真的在這裏 舉個例子 譬如說 我好少見有些同學生 例如說 我的學生 好少說他們喜歡打遊戲 我好少見他們會打得廢 通常都比我厲害 通常他們喜歡打球 喜歡踢球 通常都打得厲害 踢得厲害 他們有興趣的事情 尤其是你們現在 十多歲時 學習最快 通常你們有興趣的事情 其實我很少見你們會做得差 這是說真的 你說不是 Owen 我也認識 有些同學生打遊戲很快 踢球很糟 其實他們未必真的有興趣 我覺得有些同學打遊戲 是純粹 跟同學一起玩 去陪人玩 而真的有興趣的同學 真的很沉迷 日夜打遊戲 打到凌晨四點 不要學 不過有些打到凌晨四點 我看他們真的打得超厲害 真的有興趣的 其實我未見過一個同學生打遊戲 如果他們有興趣的話 我之前有個學生打到 不知道打LO 打到什麼精英 全港只有三十幾個 還是五十幾個 他就是其中一個 所以第一件事 我很少見 尤其是你們這個年紀 學習快的時候 很少見你們真的很有興趣 很沉迷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你們是會學得差 其實真的很少見 我有個學生很喜歡韓劇 追韓劇 喜歡到他去學韓文 他居然是現在中三 他中一那年開始學 他居然是流利過英文 即是你英文每天都上學 學英文 應該是會流利一點 不是 他已經懂得學韓文 兩年時間而已 很厲害 所以現在你們十多歲的年紀 學習是快到這樣 所以第一件事 我是很少見 如果你們真的有興趣 很沉迷很投入去做一件事 你們是會做得差的 很少見 反過來 亦都很少見 一個人做那件事做得厲害 但他完全沒有興趣 很討厭 我又真的很少見 例如你踢球 你不會見到一個球星 譬如美斯 斯朗 跟你說我真的很討厭 但我看得厲害 很少見這些情況發生 例如 有些很喜歡音樂的歌手 可能你會覺得很喜歡 我不說哪些 近期都是那些 很少見 我很討厭唱歌 我很討厭跳舞 也很少見 通常他們做得厲害 那件事他又真的會喜歡 因為其實你做那件事做得厲害 自然就會給你成功感 你有成功感 其實也是興趣的一部分 為何你會喜歡那件事 是因為那件事帶給你 而帶給你成功感 也是其中一件事 所以我也很少見 有人做得很厲害 做得很頂尖 而他是很討厭那件事 真的很少見 所以通常 興趣和能力 理應是會同時出現 或者是相負相成 所以如果你是面臨一個困境 就是 我有些科很喜歡 很有興趣 但讀得不厲害 有另一科是讀得很厲害 但我是很討厭 反而我覺得問題 不是要逼自己選擇 選擇哪件事 而是究竟問題 是不是真的在這裏 那件事很有興趣 而你讀得不厲害 會不會是你用錯方法 會不會是你用錯方法 會不會是你不是真的 自己想得那麼有興趣 即未投入 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亦會不會是你以為自己喜歡 那件事 但實際上 其實那件事 不是你想像的 舉個例子 比如說 初中的數學 其實頗為簡單 很多同學 上到高中才發現 是另一回事 有沒有機會是這些情況 所以我相信 如果你是面臨著 興趣和能力 這兩件事 不是同時具備的話 我反而會覺得 這個問題 可能未必真的要逼自己去選擇 而是 可能問題在其他地方 會不會真的未進全力 會不會是用錯方法去讀 我不知道 但你老師應該會知道 所以不要太介意 尤其是中三選科 如果你真的有一科 你喜歡 但可能考出來的成績 一般 你在想選不選 即管找你的老師去聊 因為我不知道 我隔著那個螢幕 不知道問題在哪 但我相信 不一定是說 兩難局面 所以就是 會不會找老師聊 即是放學之後 即不是一大班同學 放學之後 找老師 問問他 其實我現在這樣讀 有沒有問題 這一科 譬如說 我現在這樣讀 我去背例子 有沒有問題 我死背了公式 背了公式 有沒有問題 我這樣讀 其實是否真的用錯方法 可能真的問老師 會好些 不要怕測 我明白的 通常一群放學 一起放學 一起順路 一起走 你突然間自己 自己說 我不一起了 我去找老師 那你的同學會覺得很奇怪 我知道 大家做過學生 我明白的 但是測還測 不要怕 就測一次 尤其是你中三選科 真的測一次 找入放學 真的去教員室 問問老師 我現在面臨這個問題 我想選擇 但是我現在考得不好 究竟我有沒有辦法改善成績 真的問問老師 會好些 說回頭 其實我剛才所說的 我想帶出一件事 就是 不要那麼快 第一步就逼自己 現在兩條路 一定要逼自己選一條 好像拆那些炸彈 紅線藍線 一定要剪一條 不要那麼快 逼自己做這件事 會不會是炸彈 你可以斷去電 或者炸彈根本不 不是 斷去電好像很噁 會不會炸彈根本不存在 你逼自己去剪紅線藍線之前 想想 究竟你有沒有必要去拆炸彈 我想帶出這件事 不過回頭 我也想回答一個問題 我個人的選擇 如果我真的想過以上的問題 我想避開這個問題 但真的避開不了 我真的有一個奇怪的 就是我很喜歡 但我做得不好 又或者 有一個奇怪的 就是我做得超好 但我很討厭 竟然發生了這件事 我會怎樣選擇 我自己會在 不影響我生活 不影響我生存的前提下 我個人會選擇 因為我有興趣 那件事 譬如說 JUPAS選科 我記得很久以前 我都拍過一段影片 我都不記得那段影片 你有興趣可以在我的頻道 找回 但我也不太記得 我記得我以前有段影片 提到 以我當時報JUPAS那一屆 其實我當時考到的分數 DSE的分數 我應該可以選擇一些 前途或淺途 比較好的科目 但我最後選擇了自己 有興趣的一課 我覺得 其實找到石頭 我不死我就可以了 我選了一課 自己真的喜歡 可以讀完之後 出來補回數學 所以如果你問我的話 如果你真的逼我選擇 現在是紅線藍線 要我剪一條 那我就會在 不影響我生存的前提下 我會選擇我自己有興趣做的事情 但我個人選擇 其實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在你選擇之前 要想清楚 究竟你是否真的要去選擇 這件事是有沒有辦法可以解決到的呢 問一問你老師 和你選科的老師 和你班主任 和你很喜歡那一課 但考得不好那一課的老師 真的坐下聊一下 如果你中三在選科 真的要真心的 不要怕尷尬 我知道 你自己一個人去科學問老師 你一定會和我笑一下 你 就有他笑一下 你沒笑過人嗎 所以有時候 醜醜醜醜醜醜 一次 就是這樣 我想趁著這個時候 因為是中六選擇Ju Plus 和中三都要選科 這個時候 就是想拍一段影片 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看法 好 到這裏了 這個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給我一個Like OK 好 拜拜